启禀大王 韩旋带到 退下 诺 见到大王 还不下跪 师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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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叫得倒是顺口啊 我保证出宫之前 你们二人便以私通 合谋欺瞒大王 忠常侍大人 我在大王面前发誓 我与大师兄 从未做过见不得人之事 我与韩旋侍卫 到底是不是真的师兄妹 眼下便见真章 蒙武 出手 臣遵命 Terima 鱼 这韩申的功夫也不过如此 师兄全然不如师妹 天下哪有这般道理 大王事已至此还不够明显吗 这姓韩的根本就不可能是丽夫人的师兄 以微臣之见 还是请蒙将军收手 免得又伤及一条性命 丽儿 你骗寡人 我没有骗你 动手 师妹 大师兄 朕做点 七冲任脉 尽上连拳 以异欲见 七冲任脉 尽上连拳 以异欲见 师妹 小规最后 大师兄 为了 大师兄 要 孟将军 多有得罪 启禀大王 据臣与二人交手 可以看得出来 丽夫人和韩侍卫 他们的武功 的确师出同门 李忠 你觉得呢 大王 若非从小一起练剑 剑州不可能配合得 如此天意无缝 区前进退 毫无破绽 至少有十年以上功力 赵高 你还有何话要说 大王 李夫人私自动用您的佩剑 此举不仅胆大妄为 还会威胁大王您 闭嘴 李夫人只是试图证明 她与韩申之间是师兄妹关系 并无伤机寡人 寡人再问你 你还有何话要说 这 微臣无话可说 李忠 大王 你先带韩申去广安殿 寡人有话问他 诺 大王 丽儿 寡人不会伤害她 有话可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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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让他说 有话可说 是我 肯定有话可说 确定有话可说 老乎是